当年与韩德让是定过亲的 据说还私奔过 修得胡说 诸位若是无事 便烦起三九 何必再次诋毁韩府清狱呢 韩大人果然是威风呀 这就是韩大人 连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来酒楼都不许吗 那当然啦 燕王大人 是三朝元老 韩大人又是朝中新贵 我看咱们趁早散去 免得叫韩大人 叫人把咱们抓起来喽 这上经可是主上的 主上都没有派人把咱们抓起来 韩大人难不成 凭着当年和皇后的旧情 就可以这么霸道 说什么 那谁知道 没准在韩大人看来 主上的便是他的呢 你 切勿着急 免得又让韩府落个欺压百姓的污名 再听听看吧 韩大人生气了 瞧这唇红齿白的 各位 可要看好自家娘子 免得不知什么时候 被韩大人勾走 他们都是什么来着 查清楚了没有 谣言就是那个说书人捏造的 其他的百姓就是看热闹的 可现在的流言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韩大人不日将会与我成婚 不知各位为何出言刁难 李姑娘 韩四哥 事到如今 你何必再顾及我的闺蜜 既然大家好奇 那让他们知道便是了 李姑娘 现如今局势比你想象到麻烦很多 还望 你不要将自己嵌入其中 我与韩大人 青梅竹马 自幼定情 只因大人心系国家 所以婚事才一拖再拖 不成想今日竟惹出这样的无稽之谈 还请诸位不要被谣言所迷惑 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韩府有婚约啊 你好好的一个姑娘家 说话可要自重啊 诸位 我韩某 的确与李姑娘有婚约在身 还望大家切勿以讹传讹 韩某在此谢过 李姑娘 今日 你受委屈了 韩大人 虽然方才口无遮拦 只因一时情急无难 绝无胁迫大人成亲之意 还请大人千万不要误会 四儿明日就要离开上京了 希望大人一切安好 四儿 从今天起 还有余生的每一天 我都不会让你再受任何委屈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做一个好丈夫 我在上京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之后我们 就一起回幽州 好吗 好 好吗 我会尽管他 那么 我会尽管他 我会尽管他